歡迎繼續回到2019盧石戰士HCT世界總決賽第一天賽程的現場 我是主持人安娜莉 Welcome back to Hearthstone Championship 然後我們今天呢已經來到我們最後一場比賽了 剛剛呢我們的八強選手已經確定有一位出現 就是Bonnie Hopper 而接下來呢將會出現第二位進軍我們八強的選手 那這一場呢將會是由Killing All Day對上LF月盈 那我們的LF月盈有沒有辦法呢成為我們國父選手當中 第一位前進我們的八強呢 畢竟我們的對手Killing All Day可是擊敗了秋季的冠軍Language Hacker 所以接下來也歡迎他們為我們帶來精采的比賽 Next match is the last match of day one and the match is going to beKilling All Day versus LF月盈 Players please shake your hands with each other 不好意思我們到中間呢一起播歌手好嗎 OK thank you please take a seat The year of Killing All Day isn't really a calendar year as much as a constant ongoing year that's always going until Killing All Day wins the World Championship Yeah that I mean that I am I don't make the rules that's just that's how that's how it works I don't make the rules Once the new expansion came out that's when I was stall in so many hours every day in the lab ten people in the call everyone was playing so really going all-in and tripping all day I think my practice group is pretty good they're innovative and they help me a lot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re's players like Bloody Face who mostly practices with himself and he plays against himself and he's really good so I mean I think it could go either way I think if you're as talented as he is like he doesn't need like creative ideas from other people usually so he just practices the mechanics of the game versus himself and that's really cool but a player like me like I like to have people like confirm my ideas agree with me on things and make sure I'm not doing anything too crazy Thanks for all the support and all the people who voted for me and tweet at me makes me happy to see everyone supporting 大家好我是來自LFU俱樂部的樂影 我還是感覺比較開心的 因為這次能夠參加這次總決賽是我打路實驗的最大的夢想 我還是比較有信心這次能夠拿到冠軍的 因為我們國服的話有三位選手參加這次比賽 而且我們準備的卡組也比較充分 所以我覺得應該可以 我最喜歡的單卡的話是那個炸彈站裡面的那個砰砰博士 然後卡組的話就是炸彈站 最擔心是我怕我睡不好 就是我睡眠的問題 因為其實比賽狀態的話很重要 我每天大概花十多個小時在爐石上 其實時間可能會緊張一點 但是其實也還好 只要你每天去練習的話就沒什麼問題 我覺得 我唱歌的話只是我的業餘愛好就是 以前我是只喜歡周杰仁一個人 因為他的才華很好 然後唱歌也很好 但現在我最近聽了很多張學友的歌 我覺得他唱得特別好 我可以用業餘唱 你可以現在唱一段嗎 不是 好 觀眾 好 美國阿威要來打月影殺手 月影歌手 他們兩個都有一套牌 就是有點控制的炸彈站 或者是有點炸彈的控制站 反正就是 多帶了一些解牌的炸彈站 應該是這樣子講 是 那你覺得在ban卡上面呢 其實方向還蠻多的 我其實一直在想這個牧師到底有沒有辦法發揮得很好 因為牧師他基本上沒有辦法去打那種詛咒法 因為你可以看到牧師前期要跟 要單解那種大怪基本上不太可能了 解不了 對 然後你這集恐慌其實也還是有一定的限制的 是 然後對方也會防 所以 最終是ban掉戰士跟 戰士還有這個賊 盜賊 ban戰士可以想像到 因為 繼續講牧師 他要把牧師抽完嘛 那 又會回到我們剛才講到 牧師要抽完這件事情 不是很 在打 炸彈站的情況下 不是非常非常的 舒服 是 所以呢 在面對 牧師來說 ban戰士這件事情 就顯得非常合理啦 那另外一邊被ban的是 賊嘛 是 那盜賊就是 應該跟月影上一回 上一輪的選擇是一樣的 對 那就 滿明顯的嘛 因為法師沒有辦法打賊 然後其他的東西去打賊其實沒有特別優勢 是 所以ban賊算是一個很中庸的選擇啦 只是就是Killing Go Day這邊他的選擇比較亂 因為他畢竟他自己帶了一個這個糯米木 比較特別的 對 然後他的入也算是 應該算是普普通通的那種 嗯 所以他的 光是就應該就是 你正常版的 配置下你的ban pick跟 就是你的ban要怎麼走 然後只是再多混了一個牧師這件事情 所以有一些變數產生 是 這個變數會影響到雙方喔 我光是這樣講 牧師你 你固然你打戰戰戰很難打 但我不覺得打法師好打 嗯 而且甚至打賊可能也為烈士 可能打 打獵可能好一點 打獵的人就把他烤爆 然後用一些零費的東西去把他繡爆這樣子 還有機會 是 但是你要打那種 單體質量是有一點東西的人來說 牧師 尤其糯米木這版的單解幾乎是零啊 沒有痛沒有死 都沒配嘛對不對 你只有那幾個零費的東西 然後 我記得有個詛咒之語是嗎 靜咒之語 靜咒之語 你那個 可是那個在解大怪的情況下根本就不可能 嗯 你怎麼可能花八顆水 你只為了單解一次八公怪 做不到 是 踢刀不砍 踢頭 他這邊是起手留了這個男孩 嗯 就是 嗯 感覺還好 說招也不算很招 那我 我剛才沒有在看起手 那他是有那個嗎 不穩定計畫嗎 抽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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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手留太省了吧 欸不對 剛剛好像也有人這麼做過 沒有打戰可以啊 因為打戰是需要質量跟傷害的 是 與其說我在那邊慢慢抽 讓你 把結場都做好 我不如直接拚一波傷害 因為我 我給你那些時間對來說很難用 我越久你就多按越多蹲這種概念 沒錯 所以 打戰流那一張我覺得可以啊 然後很不舒服的就是 沒辦法做很好的絕對隊伍 而且又已經有一把武器 跟剛剛一個海盜了 就手排在賊這邊 這個對局 順起來的賊當然穿得了炸彈戰嘛 是 對 但我們剛好提到 像他們兩位 Ken O Day就是 就是貓頭鷹也配滿 就是他會去防一些特化的東西 對 就是他 不是一個純粹的 塞炸彈想要去打節奏的 是 雖然說他也就是配個 那個貓頭鷹 不過講回來可以提醒一下 就是待會兒那個不穩定計畫 有可能會把炸彈直接炸了 嗯 對就是有可能會看到 也有可能直接自動引爆啊 也會 放棄自爆吧這樣子 OK 就抽個 總共大概抽個 七八九張 看你會摸到多少這樣子 摸完然後吃一個皮刀剛好要死去 也不是不可能 非常不舒服 要不直接抽海盜了 不要不要 抽海盜 直接抽海盜 我以為你說直接抽乾 直接抽乾炸彈直接炸臉上 直接抽乾 你當我傻是嗎 抽海盜可以啦 抽海盜可以 抽海盜 不要緊張 有沒有金具 哇沒有 還好有綠皮就OK 有綠皮勉強 因為綠皮現在 以這把刀的搭配來說 傷害量會加非常多 是 我剛以為你直接抽到直接抽爆欸 直接抽爆真的 直接抽爆 偏浮誇啦 只能說偏浮誇啦 他愛這樣抽 還不如等對方洗炸彈 還可以讓我們看一下煙火 還可以讓我們看一下煙火 這樣直接抽 然後吃皮刀吃掛 不是很舒服 好卡 真的好卡這個賊這邊 對於炸彈戰平常想要打劫之後去打死人的情況下 遇到賊就完全不一樣 心態不要砰 戰士也沒順到哪去 講真的 現在目前為止一顆炸彈也沒丟 我是防守方 我差你 有差 還真的有差 還真的有差嗎 一定有差 真的假的 因為 你錯是一個你變成進攻方的機會 對不對 那當你輸不了的時候 你就是邁向勝利的那一步啊 也是啦 他防起來跟你 就我卡起來我能夠 過回合 你卡起來你就 很有等死的感覺 對 至少我還可以跌跌架嘛對不對 你現在把刀卡在手上 你是砍還是不砍 現在差不多該砍了 該砍了該砍了 但是也要講 賊盖也有在 戰士在跌盾啊 然後盜賊是在過 抽海盜 在過牌 完蛋 怎樣 這邊要直接被炸爆咧 對 就直接拋蛋拋起來是不是 對啊 然後又 主要是有哪一張那個啦 變身啊 不然我覺得沒那麼優的 有變身真的很優了 如果我卡 你沒變身 然後一起卡 你慢慢通 我還是有穿你的機會 但是 當你也卡 但是你只要有爆爆機 我是 那就不叫卡 你懂我意思嗎 對 準時變身真的強 反正 我原本沒有選擇 變身之後 我就什麼選擇都有了 這傢伙 砍起來 砍起來 接著砍接著砍 終於是打穿了這個護甲了 把我們的血量拉到了一個水平線上 然後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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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我會撵碎你 哇這個按下來有點涼 下一個還是激光炮喔 沒有幫重 沒有 315 也沒有辦法去做任何的 就算是空撲場 打個閃線弧也舒服 他也沒有閃線弧 他自己也沒帶 沒有暴徒 糟糕了 這樣真的糟糕了捏 我想 然後這個手牌這樣卡兩張很尷尬的悶過 又不能賣啦 對 現在真的很尷尬了 思考一下 思考一下怎麼樣會是最好的情況 雖然都很糟 真的都很糟 嗯 這把是不是快走啦 我在想他要直接炸 要不要直接炸幾個 可是傷害根本就不夠啊 嗯 然後而且更別說如果你收錯的話 裸丟 哇 Killing All Day這個 笑到這個已經快 看到這樣裸丟對不對 心豆已經定下來了 對 就這把叫做 十拿十一吻 是 就我這一回合直接按豆喔 我就輸不了 嗯 上面你把那個 不用 你上面什麼都不用摺 他一臉就是一個控制戰的畫面 嗯 連那個炸彈都很像是發現到的 對啊你這邊就 這三個湯針土加 那個光炮嘛 嗯 聞啊 不過的確也是 戰士來抓賊的嘛 嗯 又翻到七盾 有 有 右手進海盜 沒辦法 這一把還是 虧在前面的節奏太 太賞了 嗯 然後兩張悶棍在這個對決也沒用 要拼命了 要拼命了 這拼命不會是理想情況啊 就是 這不會有幫助的 只能這樣子說 而且 當它翻出七盾的時候 就 心很涼喔 嗯 然後也沒有 我覺得要不要乾脆悶棍按一張出去 下一回合直接丟 丟 丟五的話還可以進一張牌 那你丟完五 你就再一張瓦哥嘛 如果有的話 然後進去就直接免費下 在想要不要直接按一張悶棍 而且它是有配毒藥的 嗯 所以就算真的什麼都沒有 你還是可以轉到毒藥毒藥這樣子 還是你 還是預期說 瓦哥加毒藥都沒有 這麼慘了嗎 要是沒這兩張悶棍 搞不好它早就賣拉了 好吧 搞不好它早 一定的啊 一定的啊 就是我先拼了嘛 十回合前手牌打乾 你沒死我就直接跳了 對啊 現在是連按賣拉的心都沒辦法 是 七盾然後看到又回 哇這回合回了 十滴血 然後還佔一個嘲諷 生命戒取的 好該來了吧 二三然後 呃 零二三然後麥拉這樣 哈 這傢伙 我覺得悶棍可以真的給一張耶 這個傷害灌在頭上是OK的 嗯 因為你現在就是 能砍死 那兩點傷害也很珍惜喔 差一個這個一沒差 炸雞在手上 有按閃嗎 決隊伍沒用 有武器 有金鋸 有踢骨 沒按閃 還行還行 沒有很差 真的沒有到非常差 可以了可以了 可以了是不是 就是 就是 一 OMG等一下 比正常來講的好一點了啦 他手上四顆炸彈 他現在都不要解怪 送炸彈進去 抽起來炸一下 抽起來炸一下 吃個疲勞 直接結束 沒辦法 那真的沒辦法 好像也不用想太多 他連解都不用解 我就送炸彈進去 開蹦開蹦 這是我唯一能夠 決定你生死的一個回合 是 就是應該說 用炸彈決定你的生死 哇 這裡這樣子 哇 直接開蹦了嗎 一定開蹦啊 這樣子被蹦個幾下 就快走了 再發現一個 用蹦的直接蹦爆 還很像耶齁 而且那個現在四還沒付錯用 不蹦嗎 我覺得可以蹦蹦耶 不過好像也沒差 下一回再丟兩顆 傷害量是一樣 OK 對啊 那如果這樣講起來 這個嘲諷會穩一點點 嗯 抱歉 忘了這件事情 沒有還是要砍 沒差沒差 砍是肯定是要砍的 不對有差耶 怎麼樣說 如果按照我剛剛 很直白的想法 就是全部送進去 就是全部燒掉 對對對 直接塞進去 就全部燒掉 太興奮了你知道嗎 對 我剛才也是想說 為什麼不塞多一點 好吧 好 還好 還好最後補了一下說 他這樣打得對 他有算到很多 對他想得很多 沒有啊 他上次就是用 也是一樣用這樣的盜賊去 去防掉那個詛咒的 現在 現在聊天是在跟風 開始編我們 剛剛一排在那邊 蹦蹦蹦的人 怎麼不說話 正常正常 習慣了 習慣了 剛剛大概跟我一起很high 一直蹦的人 怎麼不跳出來 幫忙挨一下刀 真的 要幫補血啊你知道嗎 正常正常 這邊可以蹦三顆 這個 還不夠 那就鬥就好 了吧 真的 真的鬥贏了你就 炸 用那個啊 毀滅者 對啊 來 直接試下去就解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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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一個很保守的 吸炸彈的人 我手上有一個3 有一個5 我肯定是吸爆你的 沒有還沒 那肯定不吸啊 很正常啊 因為他怕自己被反殺 我沒有排了 25滴血你怎麼煩我 我跟你講 我...不是 那... 賊真的很恐怖啊 賊都會編故事的啊 嗯 你遇過那種真的強悍的賊 真的都是各種故事各種血啊 那再來是他只要一聞 基本上 不會有什麼太大問題啊 嗯 走最穩的路就對了 他有武器 就是雞蛋到 他知道你有一個降費的炸 炸雞 然後又有一個武器 打最穩好像最好 在想還有沒有 有沒有任何方法 拿這個就是要看能不能多 抽一點變數出來嗎 因為傷害不夠啊 他要質量啊 17 等一下17 他如果剛剛是再兩顆 快去 也還沒死 剛剛也不會死 怎麼會動 OMG 沒用啊 回一滴 這時候可以做 剛剛要做的事情了 是 是 誰 堅持到最後有一線 曙光 但是 直接開蹦就好了 直接開蹦 對這邊放兩顆就直接結束了 兩顆加疲勞 好 帶走 我沒有排了 這對戰本來就滿烈的 但是他真的卡得太誇張了 太痛了 導致於一點 其實老實講 現在這個版本沒有什麼 極大劣勢的對局 嗯 就都還是有得打 現在這個版本 你要找到六四開 可能都已經有一點難度了 是 但這一把就真的是 那兩張悶棍的問題啊 就是比較可惜一點點 你看 平良心講 又要馬後跑了 不管 平良心講 最後面他在一波麥拉丸 真的好像有看到一點端倪 不然為什麼 對方那個挑釁技能絕對不是別人 就真的怕自己直接死嗎 對啊 因為炸雞跟武器 已經在手段已經十點了 是 再加一次十六點傷害 對方還是有點防的 對 所以如果早一點去做這個爆發 maybe真的前面有打死的機會 是 那主要是因為考量到血量 血量的壓力喔 打最穩 但是賊也有在找出路 也的確是 這個給我們震撼了一下 他算是已經 竭盡所能 該做的都做了 也沒有什麼可以再討論的空間 因為我們都會說 剛才那把可能有什麼可以討論 但我只能說 剛才那個賊沒打錯 對 盡可能了 先進一段廣告 廣告之後我們再回來 對 對 對 我的名字是TORRENCE,CALIFORNIA 我的名字是絕對比BloodTrails 我認為我最好的名字在這個比賽 手上 我認為Dawg是很好的名字 因為它是很簡單 我認識Dawg 它是一個名字 而且是一個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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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wg是很酷 Dawg是很酷 有趣的事情 有趣的人不知不知道 可以回到這裏嗎 我沒有興趣 我會很開心 我會有人追求我 我會贏 Dawg 這場比賽 這場比賽 全力的努力 我花了幾個月 三個月沒有贏 你開始覺得你贏 我真的覺得我贏了一段時間 我只是開心 我沒有覺得我贏了一段時間 我真的不覺得我贏了一段時間 他們都很興奮 因為他們都在我跟著我 都在玩比賽 但我從來沒有贏 所以他們覺得 哇,你終於成功 會不會是一段時間 在這裏 他真的會不會是 有趣的 大家好 我是來自LF的樂譽 我是來自中國 我的性格是比較的 可能算是內向 就是如果跟不熟的人的話 會說話比較少 但跟熟的人就會比較放得開 我唱歌的話 這個的話 就是當你一直輸 你可以用唱歌來緩解你的 就是那種負面情緒 然後讓你接下來的比賽 或者是天梯的那種排名的對戰中 可能會更好 這就算是我自己的愛好吧 就是我比較喜歡 然後 表演的話 也應該不算 就是我可能直播的時候 會唱一下 只是哼一哼 也不會說刻意去唱 會不會說刻意去唱 就我比較內向 所以我在鏡頭前 我可能會 可能放不開 所以我覺得不太好 唱歌一般都是在我直播中 就是我在天氣中上噴的時候 如果打的就是有一段時間的連跪 然後會影響我之後的心態 所以我會通過唱歌來緩解我的情緒 不然我會就是一直憋在心 上一個讓我特別開心的是嗎 我覺得只有如實 才會讓我特別開心 剛剛這個廣告 前半段有洋蔥 他放了洋蔥 而且他是個彈調甲魚湯 好假 然後全面覺得 一直沒有贏 終於殺到這個決賽了 很感動 你知道嗎 但是那個舔Dog 真的是舔太兇了 還行吧 還行嗎 還行啊 他也沒講怎麼樣 他就真的很喜歡 但的確 狗哥是真的 又帥又強 他講的基本上 眾人都 就怎麼樣 大家也都是有一樣的心態的 對不對 是 如果能贏當然是這個光中耀祖 另外一個 什麼事可以讓他開心 不是唱歌 打如實可以讓他開心 OMG 只有如實可以讓他開心 你也是嗎 只有如實可以讓你開心嗎 還是還有很多別的 怎麼講 還有沒有別的 我是不知道 但如實 曾經讓我真的很開心 曾經 所以 現在開不開心 等打完再說 OK 好不好 也可能不好說 好不好 現在我也不是說每次都能很開心 但偶爾還是能夠開心起來 真的 沒有啊 他也是嘛 不然他之所以為什麼要練唱歌 也是要讓他的不開心 去成就他終於有一天的開心 對 他就是他一個發泄的管道 沒錯啊 他就說連跪的時候他就來唱歌嘛 一直輸的時候沒辦法 上的是動物園 然後打獵人喔 前面是不是都看到獵人贏啊 有啊 也沒有 陳泰那一把好像是 入 對沒有都贏 但是這個手牌不太會輸 是 就是獵人這個手牌叫做跟很緊 真的有這個放狗加森林狼 其實很強耶 放狗加森林狼加祖狼 等於 獵人輸不了 等於入走 入 請你下去 然後再回頭看一下 Killing all them 嗯 殘酷的鼓勵用不了 靈魂收藏器 不過用不了 這邊有一個不心中的答應 是因為獵人的手牌很被動 所以他是會等待你那個 好像不對 講一講好像怪怪的 沒有啊 我也是等你坐起來直接送你下去 對啊 你坐起來我在跟你 就是 他就是一個 一邊是小公一邊是小獸 你要表態 你要告白 我才能夠給你回應 現在就是我已經在你家樓下等你 等你下來而已 對 你什麼時候下來什麼時候事情就來了 現在已經等你下課了嘛 就是月影上手最崇拜的歌手嘛 對不對 是是是 你先坐我就回應你 然後讓你下課 你不坐那你也差不多要下課了 對啊你如果晚一點中間坐 那一樣 就翹課 一樣爆開 尷尬 這邊根本就不急吧 射個劍就行了 對 他應該還要稍微知道一下 是有那個喔 衝刺的那個惡意 嗯 所以 沒有道理要去裸下一個土狼 而且你手上 就 剛才我們也提到了嘛 森林狼放狗 你捨得土狼就這樣丟了嗎 你再怎麼樣也至少 撞個一隻兩隻再丟土狼吧 我覺得這邊射一箭沒什麼問題 好吧 原來 搞錯了 月影才是小公 他像他主動的那一邊 我覺得沒必要 我覺得沒必要 太貪了 你算說他這個貪 對方如果沒東西 沒有辦法這樣把它充斥解掉 他很賺 他平良心講也沒有很賺 也沒有到多賺對不對 因為一沒東西我怎麼養對不對 對 所以問題來了就是 你手上有森林狼放狗的情況下 我覺得這可以扣著 對 所以這邊看到你裸下土狼 做點表示 肯定會再對 對不起我們不行 對對對 我還要再想一想 真的啊 這個有點虧耶 因為 你的手牌已經告訴你 你是有優勢的 你沒有必要 一直想要去把優勢擴大 你就正常打就好了 這說明了 你的回合不是你的回合啦 對 所以說 這個投資報酬率 不太好 就下土狼這個 這個投資報酬率不夠 不夠好 不值得做 可能是他一開始先打了一隻 然後發現動物園都沒有做任何的跟進 所以覺得說 不然我就打先手 但其實這也要思考的地方就是 因為 該怎麼講 Kino Day也沒混火 所以你也不用太擔心說 養不夠直接被混火炸掉 我想說先戰場 或者是直接騙我 那也沒有混我怎麼騙嘛 對不對 是 所以 所以 其實是可以等的 嗯 其實是可以等 對 想下沒有不好 但可以不下 對 然後又留了一個小魚人 這個天氣按下去 是真的卡 嗯 他不太敢撲欸 老實說 我感覺他不太敢撲欸 嗯 可是他現在這個手牌沒什麼好撲的啊 嗯 他是兩張戰吼 加攻如果不用到 極虧 沒搭配到魔坦也很虧 然後你說飛刀也沒辦法飛幾刀 可是遲早要面對的 我覺得沒有必要躲得那麼兇欸 嗯 因為你現在躲你手牌會越來越多 那你要分兩波 那為什麼不 尤其你的收藏器快一點嗎 不然 等一下第二張放隔就來了 你兩波也沒用 是 對啊 這回合應該不管怎麼樣都要啟動一下了 對 就是反正 再怎麼樣也應該要打第一波出來 只是你要多少張你可以控制一下 我會打完欸 就飛刀然後射掉嘛 然後把它射掉就剛好走天 對 就做練 來這裡單挑 驅蟲 對 好好好 這樣是最舒服的 就是 你 空有放狗還不行喔 直接給了吧 這個 這沒道理不給啊 這個放狗加生理狼 應該可以給 嗯 直接標記射擊 要砍掉一隻呢 你覺得呢 標記射擊砍一隻 嗯 可以也是可以啦 但是 呃 你用標記射擊砍一隻的話 你要思考的問題是 放狗也不會 也不會比現在更好用到哪裡去 因為對方也都知道你放狗還沒用嘛 我一定躲一定會躲 一定加減會躲 嗯 可能 就是你可以 那好處是什麼 你可以再 因為我就告訴你 如果放狗 你鋪場給我注意一點 嗯 我可以給你對方一個威懾 讓他 不會肆無忌憚的一直鋪 這是好處 但壞處就是 你這個有點異常 而且你跳的東西 可能不是那麼有想法 非常好 對 你看現在就是 應該還是就呼喚吧 雖然說呼喚也不是很好啦 會嗎 我覺得呼喚不錯耶 很棒耶 我覺得在這個對戰沒那麼好用 嗯 對 這邊可能要開收場器了 基本上我 我看過在這個對戰所有的呼喚都是 勝負一定的呼喚 嗯 對 就井上天花或者是 對 你撐住了然後呼喚 然後你說 有點為優勢 呼喚打平局 然後利用呼喚抽到 因為呼喚的時候會掉節奏嘛 掉節奏之後再用 得到的東西再把優勢搬回來 這是呼喚有用的情況下 可是可想而知不多嘛 嗯 因為獵人在這個對戰要嘛撐住直接打 有要嘛直接被打爆 沒有什麼在55開的 基本上在你做呼喚之前 你前面不可能有接受做這件事 那你在前面的時間點就會決定勝負了 對 所以呼喚 就算你呼喚了可能檯面也打不回來 唯一的 唯一有用的時候是那種什麼 加加給那個吸血這樣子 嗯 那你再把它呼喚再拉起來 這是比較有用的情況 但是很難發生 嗯 這一個收藏器表現得非常好 是 而這些檯面又是一個你 森林狼放狗到底按不按的一個環境 嗯 我覺得還是可以按耶 這邊應該就真的可以按了耶 你頂多擊殺不要啊 擊殺直接把那個咬開啊 嗯 然後 全部清掉這樣 對啊對啊對啊 你還是可以做一個滿有效率的接場 而且下一回合再開始 七一你再去找 再去抽也還OK 你還是可以抽到森林狼 然後 土狼 我忘記那個還有沒有了 你說山貓嗎 對 但再怎麼樣也會有那個靈皮獸嘛 靈皮獸有兩隻還在裡面 所以你現在這一回合把事情做完 如果再貪一點就下一回合放 再更貪就下一回合放 可是它 血量是18滴耶 但檯面不痛啊 喔檯面不痛是不是 對啊 再再 再 勇敢一點就下一回合丟 看敢不敢 好看起來是 那這樣子可能要下回合丟了 解個兩隻 把土狼給拉出來喔 而且就等一下 再愛一刀解完 可以養一個大的回敬你 嗯 然後這邊它選擇是去解掉 直接一個打點 而不是去把那個 死神清掉 對 就是 呃 比較直觀就是 防那個吧 防 海巨人吧 對 我想想 因為如果 如果你放死神的話 雖然說 你如果剛才是解死神的話 放狗角度應該差不多 嗯 那你這樣解的話 可能就鼓勵 那一部分 然後加 後面接海巨人 你掌心會高一點點 嗯 對啊 這回合有點 就撞開 撞不死 難受 只能硬撲喔 嗯 好這邊就來了吧 嗯 還有一點晚了 老實說 不過也還行喔 這邊該怎麼辦 就是直接1加1 然後放狗 先把 欸欸 走 你是說他沒有先把它咬開是不是 嗯 剛才在想要不要先咬開 不過他 他好像很有想法 我們看他要怎麼做啊 嗯 因為我完全想去另外一邊 我剛才本來想說 先用這個小三貓把 把那個蛋撞開 我直接再放狗 嗯 對 啊 我不一定 我可能沒有第一時間下去養那個土狼 但無所謂啊 我可能撞了幾隻 土狼再下來 反正滿檯面就長這麼多嘛 滿檯面我是一定做得到的啊 可能是看了對方這顆蛋 這樣子沒有破 然後下海巨人 有可能有可能 就是覺得 你就是沒有開蛋器 那我就寧可不要開它 嗯嗯嗯嗯 但是老實講 他這樣打的好處是 在就是 算他放狗沒有發揮到最高效益 嗯 但是 他也就 不處理的話 他就直接把海巨解掉 如果剛才要把那個蛋衝出來 我不曉得會長什麼 有點忘 因為你的三毛會死掉嘛 對不對 所以其實也沒有什麼檯面問題 然後 啊 你可能就留一隻E給對面吧 但你也會多兩隻狗 那個土狼的Size會再往大一點 這樣子 嗯 差不多 差不多 這麼多的可能性 喔不過放的可以啦 因為你前面兩張耶利斯官也掉了 嗯 對啊然後 你即便說你可能 啊你鼓勵然後來撞 那可是 也很被動 他這邊下一回還是要直接收掉 這邊還是 月影這邊還是期待直接帶走啦 對 對不要往後面帶 這邊應該傷害是夠了吧 對這邊加上擊殺 喔 又來一張換狗 不過這個錦上添花了啦 嗯 哇目前為止 入的勝率怎麼好像有點堪憂耶 嗯 沒有想像中那麼強 喔是嗎 我感覺啦 他的確是不強沒錯 嗯 但有時候這個對戰就是這樣 我自己認為中速列算是 能夠跟入交流的 嗯 就因為他有這些東西 只要有做到 他是能夠 結場加反場 有些職業是 就是能結場但不能反場 你就會一直很被動 可是只要獵人扛了一回合 但是他的確前面那個土狼 攤的的確讓人家出乎意料 是 當然他先按下去然後去 逼你跟我互動 因為前面的費用也不夠他直接去做 213的這一個combo 當然當然 所以他可能直接下去 就當一個22來跟你做一個碰撞 沒有只能說還好他有那個 胡幻是不是 對 胡幻真的很重要 不然 他前面那個土狼會變成說 他這場可能贏的 沒有那麼乾淨 嗯 他可能會一直解 真的解到 自己的頭塊破開 但是術士已經完全沒場面的時候 沒錯 他才贏這樣子 對 沒錯 他第二個土狼補進來 然後加上他前面忍的 才算是他想setting的東西 嗯 但關鍵是那個主人的呼喚 是標記打出來的 是 所以如果沒有拿到 其實他有可能會 解完一波 然後沒跟上之後 下一波直接倒 嗯 這個 拿到主人後來沒話說 沒話說 沒話說 打得棒 打得棒 那這樣子的話 Kating All Day的 還在思考他的 牧師該怎麼辦 不管怎麼樣他都還有一個牧師嗎 呃 我覺得牧師 你要小心點 對啊 我覺得對啊 應該可以再往後面憋啊 因為 這個牧師我真的覺得 等一下他跑起來會很痛苦 這個牧師比較適合打那種鋪場形式 也就是 呃 我在我沒有水晶的情況下 我用火栽加一大堆零去把它燒掉 對 但不太適合就是 你當個空木再打 因為你要抽得快 對 所以為什麼之前的 呃 我們就拿一個東西 很滿好舉例 我覺得基神很適合拿來這邊講 嗯 因為都是把牌庫抽乾為第一首要條件嘛 可是 別人在抽基神的時候都是在做控場 然後他可以慢慢抽 但你這個東西是會隨時間而弱化的 又或者說 你在還沒完成糯米大廚那個combo之前 你面對到的壓力就太大 你扛不住你就走了 對 所以說他必須要加速 那加速的代價是什麼 你的控制條件不會那麼完善 你只能靠火栽之這種 前面提到 不是那麼真的講究說 水晶運用的人 嗯 的資源來做結場 你真的要 可能要靠很多法律師來考 然後 就 比較講求順度 而且講求你對戰的類型 是 但是他今天要對戰的類型 呃 在月影這邊 我們沒看到 我沒有看到他打哪一個對戰 他是可以用 光是用考的就隻手遮天的 嗯 沒有 拿基神當 一個選擇真的是 這也是為什麼我一開始平糯米 不是平得很好的原因 就在於 你不是抽完就贏了 對對對 然後 就是有點 要快 也有點 不是那麼合適 然後如果要慢慢打的話 好像也說不出哪裡快快的 嗯 嗯 這裡可以 呃 0-3還是 就直接丟出去 站著看 下回合吧 還是在下回合 可以直接讓兩個金具上檯面的時候 再做這個combo 嗯 先站一個3-3 這個 就是拿來 就像剛剛 我覺得這個就像剛剛的土狼一樣 就是丟上去 你看你要不要撿 等一下 這回合會不會很恐怖啊 直接眼裡十關把他撞出來 呃 然後 送掉一隻 鼓勵 哇 這把這樣危險耶 一個moment 哇 檯面快爆了耶 這鼓勵一下去就 突然對面好像是德魯毅一樣 而且後世有後續的喔 等一下那兩張幫中 節奏也是走很滿喔 嗯 哇 還行還行 一樣把武器抽出來嘛 然後兩個金具下去跟你對看 也 對對對還勉強跟得上 金具有嗎 哇 又是綠皮 但還可以站一個 沒事沒事還好還好 站一個還可以 你待會再怎麼樣耶 還有那個 呃 隨手加軍器 嗯 然後再收回來之類的 你還是 還穩得住 還穩得住 台面的抗壓性也還是有 對 重點是這邊沒有辦法做到 我們比較 呃 期望的就是 優勢交換完 殘血我吃掉 對 做不到這件事情的話 你要活生生吃掉 你一個打點嗎 就 沒那麼舒服啊 噢 噗 噗 噗 因為你知道沒有什麼反場手段嗎 你就噗吧 欸我誰來反彈 該撞還是得撞啊 就犧牲掉然後再重噗吧 噢 不錯 這個聖盾就不錯 是 哇又進到一個武器 但還是得做剛剛講的就是 隨手接軍器 然後把 還可以把軍器給收回來 一定要一定要 就跟著 對 感覺不只跟著 這有超過 小 對啦 小超車 對 但來了喔 這邊問題來了喔 兩邊的節奏誰能補的比較好 賊的期望值開的高一點點 抽一張先看個 哇 不要裸 裸了被解了有可能 這是他很 這一個 這一波能不能掌握優勢就靠這個 飛毯了 欸 先解掉 哇 還是打得很果斷 靈魂抽搶器嗎 不是那是先看一張 噗很緊張勒很緊張勒 哇 哇 哇 這個倒被插下去 太虧了吧 船長眼淚在裡滴 我本來以為他走了 這把刀拆掉完全回到遊戲 Killing all day 我自己帶動物園 我也會把兩個拆武器放滿 嗯 嗯 確實喔 目前為止 嗯 好像我目前 只有看到他有做這個特化 對 我忘記了 不過你看馬上起到作用 如果你是 就是想到 一定會對到賊的話 嗯 打戰也還算有點 有點用處吧 而且你一定有辦法 就一次耐久就把瓦克狗收回去 對方是會砍的 對方是會砍的 一定會擠東西 而且一般 又是一一又可以配磨炭 對而且一般來說我們就知道 呃 那個瓦克狗他想要的目標一定都是比較 完工啊 射擊出來的東西 所以我直接噴回去 真的有可能就是多一個 悶棍的那種效果 對 有時候是會倒轉的 雖然說轉的幅度也不高 因為 我們也知道那個會降費嘛對不對 但是 你說他要轉也還是有機會的 嗯 可能檯面要重鋪要多說一個回合啊 這樣子 那這邊就直接拚命了 哇 這邊 動物園的第三隻弩命喔 這有點硬喔 哇 哇 好像很難欸 這魔毯站住了 搞不太定 就算你悶棍了也 沒有太大的幫助 悶一定要悶海巨人 對啊悶海巨人 然後但是 這種很小的生物 以這個賊是沒有這個 因為他連擊槓已經用得差不多了嘛 刀扇都用掉了 不是刀扇抱歉 軍期都用掉了 是 血量有點少喔 那應該是直接按五了吧 嗯 待會再一回合內 打完 欸這樣剛好夠 這樣有機會嗎 這樣好像有一點 有一些升級啊 有一點有一點 我靈直接不出我最貪欸 他想要 他想要大飯返場嗎 還是怎麼樣 應該是應該是 還是當連擊來用而已 不太可能 因為你根本不缺連擊 你還有一張1啊 嗯 但問題就是他想要把 大飯再做得更往上排 對 下回合扛住 大那個大飯就直接帶走你這樣 沒錯 把海巨人再來一發 哇等一下等一下 這裡怎麼這樣怎麼弄啊 這裡沒再一張準備或是那種 或是悶棍很尷尬欸 不行好像 好像不行 好像不行 這樣我算是不太行啊 你看他這樣子丟完 然後 等一下還有疲勞問題 而且疲勞剛才已經是 1 剛才1嘛對不對 嗯 啊 問題是 如果你打掉 飛刀手的話 傷害也不夠啊 你傷害才20而已欸 你打頭的話也才24 就算對方抽 你也沒贏 他沒贏兩個疲勞就走了啊 對 對啊 這裡也不用抽啦 老實講 你只要確定傷害不夠 你只要拼湊一下嘛 最高的話 炸雞按閃 然後屁股 嗯 這樣 大家只能拼對方 但這回合只要 沒有你 這回合沒有辦法打死 回來這回合沒辦法打死 我不覺得抽到東西 解掉讓 你的 活下來機率生存的期望值是高的 你抽到東西 你抽的東西很有可能沒用欸 嗯 對啊你就直接結束 因為知道下一回合 對方一定倒啊 那 你就直接結束 然後賭對方沒有嘛 你抽的很有可能是 很有可能是 對方原本沒有變有了 就差你那兩滴 對啊 對啊 因為你剛才要抽什麼 可以擋住 就是救回剛才那個 假設對方真的是 按閃炸雞剃骨 這麼強的話 嗯 你按那張牌根本沒用 是 但如果是 呃 炸雞按閃 然後再加一個小東西 可能不要剃骨講個 隨手 或是毒藥那種 兩點傷害的 那你那樣抽就代表 那就送掉囉 對對對 所以 就 OK 就是 他最後的選擇也沒問題 反正他也算完了 放著就贏了嘛 對放著就贏了 賊太卡了 嗯 剛剛那一把 再來是武器 那個武器被拆差很多 嗯 你看到最後他的傷害 我們都還 感覺有點縮壓空間 是 但因為那把刀 那把刀如果有的話 又是另外一回事 如果能夠把傷害補足的話 沒錯 進一段廣告 廣告中我們再回來 嗨 there My name is Chad Nervick and I'm an initial designer on the Hearthstone team I'm here to talk to you about the devious mechanics coming in the next Hearthstone expansion Rise of Shadows Specifically let's talk about the rise of evil in Rise of Shadows we have the League of Evil an organization of wicked villains whose evil plot has brought them to the floating city of Dalaran you're probably already familiar with their core team they're villains you've tangled with before let's go through the League of Evil dossier first off in the Warlock class we've got the leader Archthief Rafaam the bad guy from the League of Explorers he's joined by Madame Lazul the priest from Whispers of the Old Gods King Togwaggle the rogue Hagatha the shaman and lastly Dr. Boom the warrior together they've formed the League of Evil and have set their eyes on the treasures of Dalaran now every villainous organization needs lackeys to do their bidding and the League of Evil has the best Lackeys are a new mechanic in Rise of Shadows there are cards in the Priest, Rogue, Shaman, Warlock and Warrior classes the evil classes which add random lackeys to your hand check out this card Improve Morale Improve Morale Improve Morale is a very versatile card able to be used on both enemy minions or occasionally friendly minions what is that? bust my blade there are five potential lackeys you'll receive they're one mana one one minions with useful battle cries we designed them to be valuable in most situations and occasionally awesome in the right situation Lackeys don't stop here either this is a year-long mechanic so look forward to more lackeys and more cards that generate them but lackeys alone aren't enough for world domination they bring the manpower but you also need a goal a direction being evil isn't just sitting around you've got to have big plans each villain in Rise of Shadows has an evil scheme schemes are spells with incredible potential but you can't just rush into an evil scheme you've got to take your time and think it through that's why schemes start out weak but their effects improve every turn that they remain in your hand take reform scheme it might not look like much at first but wait it out and it becomes a lot more powerful so plan your moves carefully reform scheme is effectively limited by how many available board spaces you have but other schemes have no cap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Rise of Shadows we experimented with many different mechanics before finally landing on what we know today as lackeys and schemes Lackeys used to be called evil zugs before that they were named marks of evil and were a currency that were generated by some cards and spent by other cards we found that the requirement to draw both pieces and a proper ratio made them unreliable and not as fun so we turned the currency into the payoff itself similar to spare parts from goblins vs gnomes schemes used to be spells with random additional effects or with additional discovered effects the concept was to make an adapt like mechanic for spells but it proved challenging to find interesting bonus effects that worked on any spell and also make interesting spells that worked with those bonus effects together we shall rule the goblin as as you've probably already guessed the villains we'll meet in Rise of Shadows we'll be back in new different forms but i have one more exciting set of cards to share with you today callback cards each evil villain has brought a card with them that harkens back to the set they were originally from each of these reuses a previous mechanic we've already revealed madame lazul's callback card forbidden words which is a throwback to the forbidden cards from whispers of the old gods now let's see what dr boom is bringing to the rise of shadows a new omega card omega devastator like the other omega cards from the boomsday project it has reasonable stats on its own but it does something incredible in the late game it's a great throwback for dr boom i hope you've enjoyed this introduction to the league of evil talking about them does make me wonder what exactly their grand plans are our evil plan comes together 好的 這很有可能是今天的最後一場了 很有可能 但這就是建立在他的牧師到底過不過得了賊跟法 我不要再講 我不要再講 我就安靜靜地看 看他表演 不然我等一下又再講一個 還是我就講了 好你講一下 反正最後一次 一起扛嘛 我是不看好牧師會過啦 就是應該還是可以再多看兩把 因為牧師就是如果待會賊他打 不管他用什麼東西去做檯面加壓 暴徒 這個軍妻 然後范克里夫 甚至精選到這種就是 那種三三四四的 你要拷掉都很難 對 所以我覺得我 我是不太看好說 你要 不過他這邊是選擇直接先出法師 也 就拿一個更優勢的來打 對 因為你如果說打賊你算是難解 要解法師的生物質量來說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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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不上啊 然後待會我就巨人啊 我就巨人 不過這場應該也會很 蠻迅速的我猜 不知道我 我就巨人丟下去沒解掉 我直接 拉兩隻出來 就看最後一把嘛 真的這個 這個要巨人 活下一個回合的期望值太高 而且更別說你會被提拔頂 來 進個北郡 進個北郡 這個苦痛 我跟你講 進個北郡 進個北郡也就不了 因為 你還不是說你要找牌 你要找什麼 你自己都不知道欸 你要找什麼東西 你解掉 解掉巨人 解掉巨人 有啦 GT恐慌然後荒一個啊 我只是要 我只是就是 邊找然後邊把牌抽光 我先手辦打死 OK合理啊 合理 那就是狂抽猛抽嘛 他現在這個手牌 也對 這樣講也對 一個TG他只能狂抽猛抽嘛 這看起來就是一個狂抽的樣子 反正你的意思就是說啦 等一下先把牌拿起來 嗯 然後像我講 GT恐慌 剛好慌到正確的人 身上 好慌完 糯米大廚 也不要在這邊想說 什麼要降臨數 反正爆掉就算了 因為 糯米大廚在打這個對戰 球量子也算高 是 有沒有 只要撲出來 重點是你看喔 你打這個對戰你竟然可以 把機會放在糯米大廚 不被解身上 對你來說已經是打得很棒了 已經是很好了 沒錯沒錯 好像只有火球可以拿 火球沒什麼不好啊 我完全不想 想不到火球哪裡不好耶 是 火球很適合作於你 你現在很缺乏爆發 好有一個 有耶 有一個 很慌耶 但你看 慌的問題來了喔 因為 法師其實 尤其是像一般的 前面都還是會 配一些小東西 所以 你的極體恐慌 就算真的慌下去 你要慌對喔 所以為什麼 我會認為他的解牌 其實就是 不是那麼靈活 那你說 有極體恐慌 但你可以看到 也很少很會巨人切開 就沒事做的 前面再怎麼樣 也都丟過一兩隻怪了 要嘛 就丟個香蕉 你看 還有那種什麼發現手下 3321也是有 所以 你要慌到對 有一定難度啊 是沒錯 這樣講合理嘛 對不對 又或者說你慌對了 你要靠一隻極體恐慌 指手折天 不可能 是 火沾苦痛 表演 反正就先表演嘛 趕快趕快 對對對 好嗎 這還要想一下 怎麼樣才可以 我覺得環要先走耶 不然考不斷那兩隻耶 要 你不能留環在最後嘛 對不對 要稍微加速一下 這動畫可能會跳得有點慢 沒事沒事 小問題 他就 撞一下然後切開吧 嗯 嗯 我其實想撞怪啦 對不對 我不想再看他表演了 喔 那你這樣子的話不就是 這樣子就沒 沒懸念啦 這樣就完全不 不管極體恐慌這件事情 是是是 這樣就沒懸念 因為極體恐慌要兩隻 都有各自的那個 不然你一撞就一死兩命啊 嗯 所以 不過也無妨啊 就給他撞吧 喔 也無妨嗎 對啊 我覺得這個被解掉完全小事 因為 你講到一個很棒的重點啊 你真的成功了那一邊 你不是直接贏啊 嗯 對 你看好 現在我就假設沒有這張巨人 我就丟個飛龍 可能我的檯面也不是非常強 但問題是糯米那波我 我覺得我控得住啊 對啊 尤其是他 我們有知道他那個 月影他這邊 他是有帶那個死費的那 他又多發現一次機會 嗯 對啊 那也 你還不是說 他拿到兵很有用喔 他拿到職傷也是 直接把你灌倒在地啊 因為手上火球也是已經有 他就直接往職傷那邊走 然後搭配皮 傷害也是非常可觀的 對 更別說 剛剛飛龍應該也可以 或多或少摸到一點傷害 是 對啊 就不要拿這麼狠的說 兩張巨人來講啊 剛剛飛龍摸一點傷害 後面加皮條加火球 能收不下來嗎 也是 不太容易啊 對啊 可是這個解不掉啊 這邊應該要直接走 這個 直接沒得解啊 然後 就火球 對 直接剛好結束 嗯 沒有辦法 這套局真的就長這樣 沒辦法啊 這套牌就 只有抓特定的很厲害這樣 對 對 完全沒解耶 降攻啊 只有降個兩點 好 乃一下 一直抽 一直抽 應該說最厲害 在配置這副牌的主人 他就沒有想要打這樣的對戰了 是 他就直接放棄了這樣的對戰 直接帶掉 對 傷害是剛好 就算沒有這個火球好了 其實 局勢也不會 慢性死亡 對 對 不知道 我前幾天有看到一個 雲玩家 嗯 發文 嗯 說 糯米木到底怎麼打 看到七回合就抽完了 就不知道 我覺得這把已經 抽很快了 還是沒有辦法再七回合抽完 沒有沒有 我 我導生一下大家的那個想法 OK 抽完不是重點 重點是能不能有活到那個時候 嗯 如果說今天 因為你沒有水晶 剛才看到都沒水晶嘛 你沒有水晶去做額外的事情 你沒有水晶痛 沒有水晶去做死 嗯 你的水晶都拿在抽牌了 那你能用零水晶做多少事情 簡單來說就是看火箭燒不燒掉 所以 你再打一個對局的 好打與否 你只要看一件事情 請問你的火箭 烤得掉人家的生物嗎 嗯 烤得掉人家那幾隻的精神 我們烤得掉那工型你太大 是 烤不掉那 基本上你也沒操作空間 因為 對方就光是下怪 你都沒得解 那怎麼打 但你還有 別忘記你還有沉默這種東西 所以 暮光費用在我們可以歸列式烤掉的這種範圍 是 這個打入就無敵 這個打入一定無敵 是 所以就是 呃 這個牌的 雖然說你看他打到法師就是長那麼烈勢 但他打到其他相對應的職業 他還是直接無敵狀態 那這個牌打賊呢 打賊 不行 打賊就為烈 對 沒有法師那麼烈 但是還是烈 因為打賊其實估計 沒有應該有到中烈 我覺得差不多有到中烈 因為打法師超烈 對 打法師烈到爆 打法師會烈到歪頭嗎 打法師是不可能會 應該可以接稱之為不太可能的 嗯 對 然後 呃 這個賊還有一點機會是因為賊的生物血量 估計都落在三到五滴 你說勉強能燒是不是啊 對 勉強可以燒一下 嗯 而且我們也知道賊師他是沒有那些 呃 BUFF手段重生轉 法師我被烤一烤 不行了我就直接把它切掉嘛 嗯 啊 賊烤一烤我是可以分兩段式的 是 所以這個烤我覺得也還算給過 OK 而且更別說 如果說中間你是有想法 你可以 不用太客氣 你就直接做 那個 降臨素火山絲 我的目的只有一個拖後期 大概一次到兩隻糯米 就根本不用到 也不用到三波啦 對 所以其實 你要分波烤這件事情再打盜賊他是能行的 對 打得可能就不行 因為打得分比烤 我又BUFF又上去了 又灌死生了 打入可能又鼓勵又吃掉了 打法師又重製又重來了 但打賊是少數的特定職業他是可以被接受的 那這邊 不過這樣子要這個要抽什麼 喔 拼命 可能就是想要硬要灌準備吧 我覺得 然後想要兇一點 想要下一回合武器直接還可以更搶節奏 就接著施壓啦 對 沒錯 然後五回接著綠皮 其實就是把費用打到 這一個三四五回合都有辦法讓你 跟我做事 對 這邊有點殺紅的眼喔 但牧師這邊感覺好像 沒辦法給 而且我幫他講一下話 你說火山怎麼辦 火山你現在拼掉一張火山很賺耶 很舒服 你後面的 綠皮加進去海道完全 因為我知道你的結場所在就只有火山 對 所以他這個打法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好的 你現在就把牧師的火山當作是他唯一的AOE看就對了 對 沒錯 所以這個AOE就是一樣的概念 你不丟火山我就不要下太多東西給你這樣子 一波靠 然後你如果都不理我沒關係啊 我就一直打頭 對 很合理啊 那雖然說這邊有軟你可以拆武器 但是有兩把齁 拆一把基本上不夠給力喔 六個零費 六個零費 六個零費那個最重要的那個藍人 對 火山沒有來 那有兩個藍人啊 一個是那個賣東西的 一個是那個玩火的嘛 對的 再把三三叫回去嗎 哇 這個差別我覺得不大 也不大也不大 是 現在他如果說他沒有那個藍人對不對 對 其實你恐慌趕快喔 買賣服啊 嗯 喔 嗯 這個打得不錯 這個就打得對了 他就是怎麼樣 我跟你講 他想要 盡可能的去做 把後期資源拿來前期用一點掉 就有像 像你剛剛講的 就是降靈術拿來火山概念是一樣的 沒錯 對他沒有說 他現在扣著滿手鈴 沒命打也是 就直接跪嘛對不對 對 所以他現在就是往活的路線走 是 反正他現在捏著滿手鈴 只要 老闆不來 他永遠 難道這些牌都不打了嗎 嗯 對 他現在還保底幾張 自己又有幸運幣 我覺得這樣打挺好 是 可以啊 真的打得不錯 這樣檔次有出來 只要他成功活到那一回合 把糯米打出去 那至少 至少有一波 不是說打出去就贏嘛 就是至少有一波的機會 有可能打出去我掛了 至少有機會這樣子嘛 對不對 對 不然你這樣子打到半天 你根本沒有製造出 要贏的感覺啊 對對對 頂尖這一次 欸他懂得打這 頂尖對決 嗯 頂尖這一次打得真的太好了 嗯 啊你軟泥怪都 浮誇 這個浮誇耶 這我知道你有軟泥啊 我那個就當是非打四點啊 我其他也不管啊 嗯 不過這個綠皮箱 船長真的丟得非常好 這綠皮船長直接就是 他該坐在那邊 對 這首夠細 那待會你搞不好可以 那個 那個月影這邊可以考慮分批投資 我一邊用小刀裝毒藥 一邊就是瓦哥搞 嗯 然後看你要拆哪一邊 但你拆哪一邊我都還可以接受嘛 對 那 那記得先把那個小刀加藥排在前面喔 因為他瓦哥搞又一定拆 然後檯面又會被收一直回去 不太好 對 所以這邊就把 呃 小刀加毒藥先拿在前面打吧 然後該丟的丟一丟 不過可以稍微想一下那個 那個集體 沒錯 稍微躲一下 看一下檯幕會長什麼樣子 有啦好像也算有躲到吧 這是多少 沒有他惡意撞六六然後再撞 然後那兩個再對撞就 就全失 劃勢啊 嗯 可是極恐慌的話代表這刀會打完 不過這邊右手摸了一張沉默 算是有點救命 嗯 可自己頭也快破了 好痛耶 不行耶 這綠皮的身價打到就是宅致這一波 嗯 你看我也沒有讀啊 我就好好的嘛 嗯 對不對 剛才那個真的是很誇張耶 具體分析啊 真的就是具體分析 具體分析嘛對不對 我講的事情這次發生了嘛 對不對 不是 洗白一半 洗白一半 合理 就月影的牌也 他也沒特別 就瀑布通通嘛我感覺 我要考慮一下 但是就是有正常發揮到 對不對 嗯 不要再像是德魯依蓋那個樣子就 就還OK 哇這邊兩張降臨數都給掉了 所以他只剩一波嘛 但是他這邊 要那個 我跟你賭命 對 shota shota 你以為我這些零費 只能做這件事情嗎 完全 原來是要走這一條路的耶 來 打得很棒 悶棍下一把 不要這樣子 怕流開後 怕流開後 不過這邊已經算加傷害 這邊傷害好像夠囉 嗯 手上是八嘛 然後檯面是八嘛 我也不算錯 對啊這邊是直接被那個 很秀了啦 很秀了 我覺得很棒了 OK的啦 對 糯米木又稱為 他另外一個通俗一點的名字 叫奇蹟木 這把有秀到奇蹟的感覺 有啦 有秀出來 對 恭喜願贏殺手 成為了B組 第一個晉級的選手 其實老實講喔 就是 呃 KTNO隊剛才那個狀況來說 他的第二把的牧師 比較不適合 打這樣的對決 嗯 他第一把的那個手牌 來打第二把 就是他面對法師的那個手牌 去打盜賊的話 可能還有一戰之力 對 但是今天就是被反過來 對 他的資源 反正不管打法師那把 不管你怎樣打好像都很烈 但是如果拿過來 是至少有機會看到糯米現身 是 然後也有 但是我們就可以看到 到底是糯米贏還是賊 像剛剛那樣爆發 一波秒殺 所以這把就很可惜 就是 呃 對我來說糯米木這種東西 就是火沾苦痛 只要都到位 我們再來說話嘛 對不對 你只要有一個不到位 因為你 我覺得一開始就等老闆 有點太等了 那六費一定是先被摁頭摁到死 對 火沾苦痛有先到 那大家來平起平坐好好說話 因為你都是零費啊 你再沒有花費水金的情況下 零費法術你奢望他有多少結場 是 所以像阿媽講到 你六費才開始搭配零費做事 應該就估計要走了 就你做完了 你也死了這樣子 差不多 對 所以月盈這邊也是 好好把握了這兩個 不太烈的對局 關到了這個牧師 來看一下 Killing All Day會掉到 Designer的部分 要對真的是 Language Hacker跟Mercy 兩個人其中的勝者 那月盈就是 直接進入我們的八強 其實老實講 我們可以回歸就是前面 就是Killing All Day 這一把真的要贏的話 我感覺他只能去打到 打到那個戰士嗎 對 通常我覺得 打那個戰士是很OK的 或是獵人吧 獵人 應該是 獵人他前面不是就是 下那個土壤嗎 對 所以他 如果說他有打到獵人 用烤的搞不好 因為獵人也是偏被動 對 那如果都用被動的角度來看的話 你一定要等牧師做事 你才能做事 那OK 然後還有沈默這樣也可以 有沈默就差很多了 對 好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廣告座再回來